来关心10号下午 有一只台湾猕猴被困在台东南回公路的边坡 还好是路过民众发现通知 领悟人员前来救援 才发现这只猕猴的脚 是被捕兽甲给夹住了 一只猕猴倒在山坡上 看起来相当痛苦 因为它被捕兽甲困住 身负重伤 救难人员赶到立刻进行救援 救难人员试图用绳子绑住猕猴 但它似乎惊吓过度 不断挣脱 不够大 就怕它继续挣扎造成伤口扩大 救难人员抓紧时间 分散它注意再趁机装入袋内带回治疗 由于受伤的猕猴攻击性强 力气大 再加上体型不小 救难人员研判应该是一只猴王 10号下午一点多 有民众行经台东南回公路一处边坡时 听到山林里不断传出哀叫声 停下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一只猕猴 左前只被捕兽夹夹住 零五人员获报到场 足足花了一个小时终于将它带回治疗 结束这起猴王落难危机 记者刘林湘台东报道